中国据称正在关闭集中营 据称随着国际关注和批评的增加 中国决定关闭东东决斯坦的集中营 根据土爵斯坦出版社的说法 中国现在计划所在集中营中的人将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别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被判入狱 其中一些人将被允许每天回家一次 几天前来自芬兰的维吾尔活动家哈尔姆拉特哈里 在他的社交媒体报道中说 他一年多时间以来一直拘押在集中营的父母几天前被释放 反对中国压迫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数百人聚集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游行 以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打压政策 此外在土耳其艾斯吉谢奇尔绝景平台的组织下 聚集在奥斯曼加齐大学的人 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压迫表示抗议 华为支持集中营建设 据喜世界著名的巨型科技公司 华为正在支持在东突厥斯坦建立集中营 和其他建空系统的技术基础设施 人权捍卫者路易沙格雷夫 在华盛顿智库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说 华为直接支持东突厥斯坦的侵犯人权行为 中国对非洲的战略入侵 非洲媒体报道称 肯尼亚可能很快被迫放弃对其利润最丰富 最大的蒙巴桑港口的控制权 据非洲媒体报道 中国铁路联盟将从中国进出口银行获得贷款 将能够从肯尼亚放幅接管属于肯尼亚铁路公司 蒙巴桑港 尼日利亚的移民浪潮在尼日利亚东北部 由于武装团体的袭击 上个月至少有2000人不得不迁移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提供的数据 由于武装团体 特别是伯克哈拉姆恐怖主义组织的袭击 2000人被迫前往该国东北部